这是阿里山铁路全线通车的最后一里路 也是最长的一里路 从2009年莫拉克风灾过后 团队努力了六年的成果 9月初才刚试完车 没想到杜鹃台风再度重创阿里山铃铁 虽然再次中断全线通车的连接 但无法打断百年连接的记忆情感 还有团队弃而不舍的决心 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是我们一定要继续持续的一个工作 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地基已经随着山体的滑落 团队要突破除了可能遭遇破碎带的敏感地质之外 现在是下坡段又有泳水 造成高一几水就没有办法这么吃 因为这个战争的影响 最大在台炸这个乳胶炸药的材料 没有办法处理的 团队要面对的困难还不止如此 每隔一点五米的轮径都是另一个挑战